说起赵丽颖来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因为赵丽颖是被大家熟知的女明星。从农村打拼出来,一路走到娱乐圈的一线女明星,赵丽颖是河北人,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孩,却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演员,一个歌手,其名字流传在娱乐圈各大平台。 赵丽颖因为早年出演《星环珠格格》中的秦二,这个角色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。要知道在此之前的时候,赵丽颖根本没有任何戏份,在之前的很多剧中,赵丽颖一直都在跑龙套,扮演的小角色都没有几句台词,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年轻的时候不就应该努力拼搏吗? 所以,赵丽颖本人一直努力,又拍摄了《陆珍》、《传奇》、《花千古》、《触桥传》、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》等剧。 从《星环珠格格》里的秦二一角脱颖而出后,赵丽颖在拍摄这些剧的时候就有了记忆点。观众朋友们也开始喜欢上这个可爱的《圆莲小女孩》,在饰演《星环珠格格秦二》的时候。 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赵丽颖这个名字,赵丽颖自己之前在节目中也说到,自己当时没有什么名气,就算年夜饭都没有人管自己,还好当时张瑞伟煮了一碗面条。 赵丽颖是个知恩图报的明星,还说因为当时的节目播出后,感动得稀里哗啦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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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